雷歐聊世紀 聽聽榮幸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波蘭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兩個文明特性 應該是兒子打爸吧 以波蘭的馬來說 絕對是被印度斯坦的駱駝給壓制住的 不管是要出重裝騎士或大陸馬 波蘭都是處於劣勢之地 先來介紹一下波蘭的特性 波蘭這個文明 他的大莊園旁邊撒下銅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而且他的挖石頭也可以獲得一些黃金 讓後期的黃金數量更多一些些 波蘭人本身是全能性的文明 他有大陸馬還有重裝騎士 只要30塊錢的特性 大陸馬還有獲勝傷害的效果 強奴部分也有拇指環 雖然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但是射速夠快 所以還是可以拿來使用 那波蘭人呢 他的步兵單位呢 有這個三級甲還有三級弓 而且有這個戰錘兵喔 司機畢國唯一可以破防的單位喔 就是波蘭人 那波蘭人後期呢 也有大衝車跟火炮被用 所以在前中後期 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續戰能力喔 而且經濟來說是特別好的一個文明 那先來介紹一下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人他的特色呢 是戳名相當便宜 而且他的帝王駱駝 有這個攻速加成喔 所以他的城堡時代駱駝是非常難產的喔 那印度斯坦人後期呢 有這個印度火衝可以用 還有古拉姆 古拉姆城堡時代也可以大速量產 那古拉姆這個單位是打工兵單位用的喔 比較能夠扛一些箭矢 而且有串燒效果 那印度斯坦人後期呢 有火槍火炮 還有這個裝甲戰象 所以後期印度斯坦的能力喔 照理來說是會比波蘭人更強一點點喔 但是單挑跟團戰情況不一樣喔 印度斯坦人可能在團戰來說 會更有效益點喔 在單挑來說他表現也並不太差 是有點就是看玩家的操作了 好 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兩邊 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現在看到印度斯坦人 這邊是推了幾條路 好 這邊一直推 那這場比賽是MBL 對上UZZF 兩邊都是世界頂級高手 好這邊來 把這個野豬拉回家 左邊尾到底 這裡還要再一個 好 正面的位置這裡搖圍一下 好 這個路群有點遠 趕快推一下路 配置目前都是三人伐木 好 正常的配置 好 路繼續推 好兩邊18P上嗎 突然這邊會晚一點 UZZI這邊是19人口 然後速轉棒棒 模仿沒有下 好細節 如果要打棒棒的話 模仿就不能先下 不然這邊是也沒有先下大莊園 而是先選擇了開礦 這個開礦應該是要來打工兵單位啦 先打個工兵單位 這裡再補個射箭場 直接用TC寫防 這樣防守的距離的話 這個位置就會比較小一點 右邊溜進來 棒棒過來 趕快圍 哎呀 剛好堵住了這個口 但這邊MBL已經意識到了 你的棒棒來了 好 剛剛應該是有看到 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木樁會被打掉嗎 哎呀 就不是後面屁股那個木樁被打掉了 哇 這邊均勻蓋不起來 被拖到了射箭場的建造 這裡被迫用村民跟對方的棒棒互打 好應該是逼退了 好印度山這邊轉出了工兵 好還有一級伐木 頭點了一級伐木是很好的 但是會有點缺肉 所以這邊要趕快吃果子 好 一個技技才知道 你這邊要點一級木的話 好一定要吃果 或是要轉肉碼的話 但挖金礦的話 一定是轉工兵喔 沒有在轉這個肉碼 因為如果你挖金礦 又出馬咎的話 十之八九是斷金 斷肉的 好 好這邊直接趕快吃一下 這邊果樹蟲 後面單位趕快補 欸結果他不是要小圍喔 而是要超級大圍 圍到底的樣子了 MBL這邊是需要更多的空地喔 需要讓自己的大莊園 可以穩定產出 這個農田出來 喔這個田灑的有點歪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有一個樹蟲卡在這個位置 好但沒有關係喔 待會再灑這個農田喔 還是可以吃到這個8%的加成 好這裡有一隻弓兵要被收掉囉 喔弓兵走位有點失誤 可以要補一根箭塔嗎 但箭塔好像有點來不及補 先稍微微一下 讓對方沒有辦法直接走進來 好那這邊就是 可以隔了一個 牆壁而已 好這就是偉大的一個缺點喔 但是他這邊不偉大的話 MBL是會直接斷金的 他是被迫偉大的 為越大就代表 越容易進入烈士狀況 好兵力的部份 好這隻肉麻還剩一滴血 兩滴 肉麻還要再繼續追嗎 會突然掉頭嗎 恩 真的是掉頭就走 頭已經掉到地上了 才走 跟我的 跟一般人的掉頭 再走好像不太一樣 好這裡趕快把這個前置村民動一下 單挑死後撒的田喔 就是撒的比較 緊湊的 所以這個田撒的比較醜 是正常的 這個要把更多的控制力 放在在這個前線上會比較好 後面補了一個冰空場 這個一級射 要怎麼點呢 現在出毛兵跟村民 是有點稍微斷肉的情況 還是要再補一個大莊園 再補一個農田呢 現在木頭有點多 感覺大莊園可以先補一下 也沒有問題 現在被斷金的情況下 只能用毛兵稍微壓制回去 但還好波蘭人這邊 木跟肉 是最容易過去的東西喔 暫時出個 毛兵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困難之處 這一次有洞嗎 看起來有洞耶 MBL這邊好像有看到 這邊稍微被干擾到 MBL 波蘭人前期被壓著打 波蘭人這個文明前面被壓著打 其實蠻正常的 因為他的經濟加成 要到城堡 或封建後期 會比較有感一點 兩個大中原之後 經濟才會有明顯的增長 一個大中原的話 可能還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兩個之後呢 ㄟ 剛說完第二個大中原就傻了出來囉 經濟就會開始起飛了 那印度斯坦這邊呢 農體也是正常的傻 大概傻了11片田了 那果汁的部分 還有五個人再吃 吃好吃滿 待會再繼續傻個 三四片田 就可以來升城堡時代 那這邊就要一直轉弓兵了 不能再去轉毛兵 如果毛兵再繼續轉的話 如果毛兵會出太多 造成自己的肉消耗太多 沒有辦法升到城堡時代 OK 兩邊的毛兵都在互丟 但只要一直移動的話 毛兵就不太容易被丟到 現在UGGI這邊有大量的毛兵 MBL這邊要轉馬就嗎 好 看一下波蘭MBL會不會轉馬就呢 這裡似乎要轉馬就 會比較好解一點 那UGGI這邊是先行轉出了三隻肉嘛 後面再補一個大莊園 三大莊園 然後轉馬就嘛 這個打法確實讓波蘭來說是壓力偏小一點的 好 這裡由於斷金的關係 直接開挖石頭獲取黃金 看可不可以趕快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那UGGI這邊 肉馬已經來到了前線 現在MBL家裡就只有毛兵在防守 這一隻槍兵要趕快跑 槍兵不能被收掉 好 終於點掉了唯一的工兵 結果棒棒直接走到了城鎮中心 熱送 好 下面補了一個劍塔 波蘭直接轉起了劍塔防守大莊園的路線 但這根塔建的位置不太好 剛好會卡到這個大莊園的撒農田的位置 所以波蘭的人其實蠻吃地形的 這個阿拉伯來說蠻靠運氣的 只要你的地形好 可以有大片的領土 可以種田的話 對於波蘭來說是一個相當好的消息 但對於其他衛兵來說是不太好 所以波蘭的人這個文明也算是相對難穩 但是如果能玩起來的話會非常舒服 後鞋的經濟相當好 好 這裡有三隻洛馬上來 開始砍毛兵 後面的毛兵兩邊在互打 兩邊的第一線都是要先把對方的毛兵先幹掉 後方的戳兵先打下洛馬 把那個洛馬血量打殘一點 槍兵這時候出來 UGG還會看到後方的槍兵嗎 這個不是出來的槍兵喔 結果洛馬全部被戳兵給打死 UGG在這邊空兵出現了一點問題 直衝想要爭取時間 反而讓自己的單位全部送光了 看來 這一波衝刺MBL站到了上風 鐵金一點點就打就可以了 鐵金一點點打 OK 好 那這邊破爛人點下了一級農田 一級挖金一級挖石 好 先馬上補下 那待會這邊趕快開一個TC 城堡的部分也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補下後方的位置 或是補在正面呢 好 直接往外插 因為家裡已經有一些劍塔在了 所以稍微防守應該是問題不大 讓村民有地方躲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是補下了品種 五個一級馬侃 印度斯坦這邊是要打駱駝的樣子 有可能是印度打馬弓嗎 應該 會吧 OK 還是打駱駝 打駱駝比較正常 OK 雙馬就有出駱駝 印度斯坦城堡是在駱駝是很難纏的 攻擊速度極快的 好 這裡有殘血的村民 這鳥尾應該來不及吧 MBL 這邊有點... 太硬要為了 但能理解 這確實該這樣子爲取一點時間 毛兵這時候過來 還繞了一段路 哇 這些工兵沒有要走的意思了 被收掉了兩村 現在UG界獲得了四村優勢 臭雲差距42村 對上45村 好 這邊再收掉剩下的工兵單位 好 再一隻 但是這時候駱駝已經來了 駱駝趕快支援左邊的一隻工兵 才可不可以把剩下的毛兵給全部包夾掉 波蘭人這邊優先升級的是二級農田 好 那波蘭這邊優先升二級農 其實跟西西里很像 有些頂尖高手們 反正這個波蘭跟西西里都會先升農田 主要是因為他們升農田科技有額外加成 所以這個先升農田會大於這個二級木 好 城堡直接蓋在TC旁邊 看可不可以圍起來 應該可以 再稍微補一下房子 好 更多村不出來 這裡不行 這裡會被砸 唉唷 好危險 後面有洞直接路過來 一艘村 阻止蓋寶 好 這裡趕快躲一下TC 用這個TC 防守一下 但投石車壓的數量實在太多 唉唷 好可怕 這根寶又是能蓋起來 也算是奇蹟中的奇蹟啦 兩個投石車就一直攻擊這個村民能蓋的位置 ABL能順利蓋起來嗎 但沒砸一下城堡的血量也是慢慢往下掉的喔 好 看來要砸掉了 468 394 320 血量一直往下慢慢蹭掉 破爛人這邊暫時沒有辦法 打 欸 硬蓋不行了 先把血量再蓋起來一點 44% 130 村民終於吃到一發投石傷害 唉唷 這裡又繼續砸 OK 這裡砸一發低打高 好 現在要全力集火了吧 喂 被NBL蓋起來 這裡可很精彩 唉唷 最後還是蓋起來了 好 哈希 這裡再不打趕快撤 投石車會被城堡給射掉的喔 好 趕快射後面投石車 投石車射幾台 試幾台 好 射掉兩台 還不錯 NBL突然一個逆勢反轉 這個是 絕殺嗎 這個絕殺 讓UGGI受損了一些資源 有點虧啊 這一波對UGGI來說 不太舒服 甚至有點難受 好 再一個城堡中心 墊下輪軸技術 好 戰錘兵出來 戰錘兵出來之後 打駱駝或是遊俠之類的單位喔 效果其實都不錯 最主要是因為戰錘兵的體質來說 是偏血多的 80滴血 而且他是步兵屬性 造價便宜 擁有破防效果 以戰錘兵來說 雖然看起來基本素質不高 但是對於打遊俠 或是打騎兵單位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畢竟破爛人是沒有重裝長槍兵的 如果可以配一點戰錘兵 漏馬 種種息事之類的 打起來會壓力更小一點 好 那破爛人這邊農田有在進去撒嗎 OK 戰時是三個大中原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跟城市中心 欸 這個位子跟我想的一模一樣啊 確實該這樣撒 這個高地堡要好好利用一下 右邊 左邊有弓兵在騷擾 MBL 這邊有少量槍兵 去前線看一下你的兵力種子 現在是有多少 看起來並不多 MBL 透過這裡的數據 表明 UG加 應該是轉容了 那如果對方轉容的話 自己就要來開始也撒下更多大中原 先不爆兵 這裡轉了兩個修道院 防止駱駝來騷擾 這好像不知兩個耶 三個修道院 三個修道院 數量非常誇張 這裡趕快撒下更多大中原 轉出戰水兵 加上生侶的搭配節奏 這樣節奏的話來說是相當的好 生侶 待會要點下神聖思想 這個生侶要不要放下生物呢 這個生物一直沒放進去 OK 放進去了 好 狂人人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村民 村民樹開始慢慢增長 4個TC 4TC 開農 UG加這邊想要趕快速生帝王時代 農田數量已經來到35片田 3TC 你有在開第4個TC了嗎 這邊其實稍微靠買賣一下存一下錢 是不是可以生帝王時代的 87春生 好 那UG加這邊不想靠買賣啊 因為有買賣啊 經濟就會有傷害啊 唉唷 這個UG加轉出了印度斯坦的馬弓 好 結果層出打駱駝 而不是打馬弓 稍稍可惜了一點 可能是有顧慮到破爛人可能會繼續打戰毛兵 所以是優先打了這個駱駝 好 但沒有戰毛兵之後 就可以去轉出馬弓 但馬弓打僧侶也是相對好打的喔 這邊可以瞬間集火 好 之前要先收掉殘血的馬弓啊 好像來不及 預判三隻僧侶被收掉 OK 馬弓反制僧侶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看到對方轉馬弓 破爛人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破爛人待會升帝王時代 可以轉出強奴或是戰毛兵喔 那如果是要打戰毛的話 那可能就會轉重裝啟示 配戰毛兵 或者是打這個 戰錘兵應該也不太可能繼續打 因為遇到馬弓的情況下 戰錘兵是不太可能成為主力的 那最好的打法就是 強奴配上大弱馬 或是重裝啟示都可以 畢竟重裝啟示只要30塊錢喔 甚至比強奴還要便宜的呢 OK 這邊MBL先灑兩片農田 待會這邊再補個大莊園喔 還是可以吃到第二次輪根的這個肉量 立即加成 所以灑在TC旁邊喔 待會再補大莊園 也是脫爛的特有的開農方式 這邊五個村民可以收到這個箭塔裡面 有來騷擾還可以地方躲 MBL動機想好了 偏遠地方就插個箭塔 讓村民有七夕之所 這裡把正常的馬弓給招想回來 右邊補下了更多的馬舊 好 印度斯坦點下了一弓 後來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城鎮中心 補在了野外 這裡現在還是4TC繼續農 現在印度斯坦補到了5TC 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城鎮中心太少的問題 農得不夠快 好 兩邊紀錄開農旗 MBL 帝王時代再先升級好 點下了二級伐木 狗命鎧甲還有1秒鐘 點出來的東西是強弩啊 哎呀 不然是打強弩 那待會可以搭配大洛馬 或者是繼續打戰錘兵有可能嗎 基本上強弩是已經客製了對方的帝王駱駝了 已經客製帝王駱駝的情況下 那再轉戰錘兵是雪上加雙 喔不是 對於對方來說是雪上加雙 那印度斯坦要怎麼打強弩呢 就只能用這個 用這個 那個叫什麼 古拉姆 古拉姆 古拉姆打強弩是很快速的 但是如果又搭配戰錘兵的話 古拉姆就不太好打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可能有配套 古拉姆配火槍 會比較更好針對布拉姆這個配命組成 布拉姆就是要轉出投石車了 布拉姆馬公對射的話 好像也是可以的方案 是射久了 不知道是誰虧誰贏 那布拉姆如果看到馬公繼續運行的話 肯定是會轉出重裝騎士的 布拉姆這邊補下了一個工程器之招所 有強弩帶會化學補下 可以轉出火炮來了 這邊就散王地獄斯坦馬上補殺了化學 左邊也有馬公 想走個雙線 但是MBL的防守做的還是很不錯的 好 這邊就散先升級了大洛馬 三級射 戰毛兵還有化學 這邊強弩開始射擊 射掉了一兩隻的帝王駱駝 這不是帝王駱駝 一般的駱駝 甚至連重裝駱駝都沒有升級啊 我的天啊 MBL目前是佔據優勢 還轉出了龍炮 龍炮打馬公 可以 可以打這個戰毛兵 果然這邊率先拆除印度斯坦城堡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有點危險 這能夠修理的回來嗎 好吧 修復回來 被拆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現在火炮跟投資車 工程器大隊 砸了一發 讓這邊戰毛兵全部殘血 但印度斯坦這邊右側有高地優勢喔 所以沒有辦法 蛤蛤很好的反擊回去 再往後拉一下 讓他下高地 才有冰城五五開的感覺 但是現在印度斯坦有大洛馬 在前線只靠強弩士 擋不住洛馬的衝鋒了 洛馬衝鋒一過來 先拆除兩台巨型投資機第三台 要拿下直接現佔六百斤 我的天 忽然人這邊有點損桿爆炸 忽然人停下了一攻跟一防 二防了 好 我跑繼續補上 好 這邊強弩兵 又來騷擾分推 唉唷 這裏強弩兵剛剛不知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印度斯坦人口直接減掉了很多村民喔 現在變成火炮大戰 所以獲勝了25 MBL出了正面防守戰之外 強弩還拿去分推 而且是相當成功 把這裏農田跟伐木狗全部處理掉了 MBL這波打得非常亮眼 印度斯坦為了回補一下村民數量 現在是有點稍微落後村民數的 當然印度斯坦的村民很平友 馬上又可以趕快產生出來了 現在變成火炮大戰 雙方都有火炮的文明 誰的火炮控的更優秀 誰就獲勝了 或是誰先點出這個印刷技術跟救贖思想 會有更有反制能力喔 印度斯坦這邊是決定要繼續轉火槍跟肉 回來印度斯坦上帝王就是要打火槍阿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但火槍要強弩也會很難受 但火槍這邊占捶兵 確實給到了印度斯坦一些壓力 雙方的轉兵都是相當快速的 火槍這邊補下更多大中原 這個田傻的很那個阿 但沒有辦法 在忙的時候 田都是迅速傻傻 這裡的大學可能會被拆掉 再一發 裝馬技術應該是升不上去了 好 強弩解駱駝 非常快速 欸 就夠裝馬技術 好像可以研發上去囉 突然轉移目標 打城鎮中心 突然現在沒有馬 沒有機動性單位很難受 趕快轉一些肉馬出來擋 好 這裡有戰錘兵防守大洛馬 問題不大 戰錘兵CP值很高 95第一血 攻擊力10加4 所以這個努力兵的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好 戰錘兵正面防守 好 好 4台火炮 好 再一發 有機會嗎 現在就殺 趕快點下來 金冠技術 硬度火衝 好 這邊打龍馬 繼續 繞一下 好 這邊加弩兵 繼續砍擊回去 好 繼續射 繼續射 好 他打了非常多的戰錘兵 好 他打了非常多的戰錘兵 好 印度火衝已經升級好 現在射程非常的遠 甚至比槍弩還要遠喔 槍弩是8點射程 但是 印度火衝是9點射程 但是 再往前走過幾步 也可以射到火槍 哇靠 直接手點火炮 哎呀 火槍點火炮 但是 後方非常多的戰錘兵 已經殺到印度斯坦家裡 MBL這邊的一個多線操作 打得著實漂亮 大洛瑪金冠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也補了下去 打回大洛瑪 就會擁有 擴散傷害效果 打臭米克是暴衝的那種喔 這裡馬就也要趕快補一下 馬就有補了嗎 馬就好像還沒補 待會要趕快補一下 這邊的火槍 數量還有8隻 那後方戰錘兵好像處理不完了 太麻煩了戰錘兵 哇靠 這戰錘是不是三錘一隻村民啊 哎呦好像是耶 三隻戰錘一隻村民 果然 好強 印度斯坦現在被 戰錘兵打到有點懷疑人生 好強兵 終於要解光家裡的戰錘兵了 這裡少量戰錘還在逃 好 這兩隻戰錘就擊殺了9隻村民啊 好左邊大洛馬 別過來 但是不然大洛馬也才剛升級好 馬就現在才補下 好現在才能有稍稍不足的情況 那現在有列克提克遺產的關係 跟印度斯坦大洛馬對打 應該是能佔據上風的 好 好這邊肉馬撞到了城堡 快收工 印度斯坦為了補一些村民 現在前線的部隊數量並不太多 要趕快轉出更多的火槍嗎 火炮的部分可能也要補一些 但現在有三臺在前線 直接被槍門給點掉 還是被火炮給打掉的呢 火炮預判 哇直接收掉 好MBL這邊的火炮控制控制得相當漂亮 好但是對方印度火衝也是手撕 火炮兩邊都是互相傷害 好強奴戰錘大洛馬 火爛人 能出的東西都出了 火炮也出了 但只差大衝車沒出來了 那這邊如果再轉大衝車的話 印度斯坦可能會GG 欸不是他是已經GG了 哈哈哈 扛不住啦 這個 偏難打 MBL這邊破爛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戰錘兵強奴一直有在打分推 雖然都不是用肉馬 用這個戰錘跟強奴也是做到了很多事情 那後期轉出大洛馬之後呢 火炮的大洛馬算是後期非常強的單位 尤其是在阿拉伯這張地圖 後期沒有黃金時 大洛馬可以一直往前推進 這個殺傷力 管如這個黃金兵 當然就算後期也只剩少量黃金 也可以轉出便宜的重裝騎士 進行體質壓制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印度斯坦這邊雖然還有黃金 但是正面的部隊有點潰步成軍 即使後面趕快補下更多慘人 對方已經打到臉上來 可能也是為死一晚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印度斯坦拿到 一點點的資源勝率 軍事方面拿到1.48的KD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